所以你如果有复杂的图形也可以盖一盖 然后拉起来就是你要的那个样子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像那个门上面一些图示 你也可以先画好 然后再拉起来也可以 OK 盖印 然后先选3D的实体 就是我们原来这个 再选什么呢 要盖印的物件 所以2D的就这个 那有两条线对不对 先点它 他问你要不要删除来源 要 因为这条线没有用 Yes 我按个Y Enter 他会问你第二次 有没有第二个要盖的 有在这边 所以再点一下 然后要不要删除 要Enter 好盖完线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两条分隔线 它其实有点像分隔线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让它长出来 角度刚好是15度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先按拉出来 然后再倒过去倒过去 也是15度可不可以 可以啊 了解意思吗 先长出来 然后用旋转 旋转 旋转 没有用 地板不了解 可能跟它还不够熟 不够熟 真的 这个东西真的要画很多次 你如果不常画 还是会有LOS的时候 真的 就偶尔就是画了之后 还是要找东西来画 不只是说现在画出来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实体 真的实际的东西来画画看 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如果你可以画出来 像这个东西在什么东西可以画呢 你可以想想看 有什么东西凸出来 一小块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只有凸出一小块 就可以盖印了 很多东西都可以 你看身边太多东西可以画了 OK 好那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我星天 希望把它拉出来 高度的话呢是40 我就拉它往上 先选一个面对不对 空白 然后呢 他问我们几出高度 40 Enter 那 就是几出的锥形高度为多少 15 Enter OK 就出来了 当然如果你几出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再几出 几出之后这个面 空白键 然后呢 几出高度 我们再给他一个40 然后几出的角度 你可以给他说 负的15 看看 好 负15 Enter 诶 是逃到下面去了 应该是 我还是选那个面的问题 几出 面特别重要 刚刚我可能选到下面了 他有时候选 所以有时候不确定说是不是 有了有了 有时候他更新比较慢 可能刚刚我点到下面的面去了 OK 然后按空白键 再一个几出高度40 Enter 然后呢 角度的话 负15 这个面 Enter OK 那没错 长出来就是另外一边 那如果你要在上面 再长出一个对应的另外一个圆盘的话 就在中心点再画一个圆盘就可以了 OK 不会用对称吗 没有 你干脆说用镜色就好了 镜色就好了 因为只是练习 OK 好 那这里画一下 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嗯 好